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地产秘密课 欢迎收听地产好学生 哈喽大家好 这一集要来聊什么呢 我们要来聊一下最近新闻闹得沸沸扬扬的社区噪音问题 知名女艺人被楼下邻居投诉噪音扰林 虽然这件事情应该全台湾都知道了啦 不过这边呢还是帮大家快速重点整理一下 楼下邻居投诉说呢 因为女艺人的家中是楼中楼的户型 然后屋内的这个楼梯呢 在小孩跑跳的时候噪音特别的巨大 加上社区的屋龄呢已经30年了 地板的厚度只有12公分 所以对于这个女艺人一家制造的这个噪音呢 不堪其扰 甚至到了需要看身心科的地步 那女艺人方面呢也有发出声明表示说呢 装潢的时候就已经有印楼下邻居的要求 把家中的地板加厚到将近30公分厚 但是呢楼下邻居呢还是常常反应有噪音 而且他们的反应有一点过激的倾向 那两方各执一词啊 在网路上也引起很大的讨论声浪 这一集呢邀请到我们的闲聊好朋友 宅女小红一起来聊聊 嗨 哈喽小红 哈喽大家好 又是我 对 小红你也有遇过社区噪音的问题吗 我自己本身就是噪音员啊 我有两个儿子耶 小孩真的超吵的 而且是不是就是你之前住的是 也是比较旧的社区吗 我现在住的地方都是 我好像没有住过新大楼耶 我住的都是旧的地方 然后呢我也从来不觉得我家吵 我家因为楼下的人 可能我后来觉得他们真的是大好人 他们就是不怕吵的人 他们是一群年轻人 他不是一个家庭 然后所以也没有特别老的 也没有特别小的 然后我其实就我就真的不知道我家很吵 我的两个儿子 我们家有那种学车子啊 你知道吗 像摩托车那样的小车子 然后我两个儿子都在家里这样串来串去 我家的客厅 然后到饭厅那一个空间非常的大 所以他们就在家里一直自意的骑车哦 咻 对 然后就从来就没有被那个讲过 所以我就从来不知道有这个 我们家是很吵的 结果到那个疫情的时候 有一天邻居来按点灵 他们人真的很好 因为他还说 因为现在疫情 大家都关在家里 心情也不是很好 的确是不太好 然后我才 那时候我才 我大概之前有一次是因为 我老公跟我两个儿子 在家里跑来跑去跑来跑去 有被人远离过 因为老公跟儿子一起跑 在家里玩 对啊 可是我觉得男人都不会控制自己的角力 就是脚跟会让 我们家那个老房子老到 我都觉得他们走路会有 让我觉得地板在震荡 可是呢 我也都没有 就是那一次 他们三个人一起跑的时候 有被抗引过 然后后来我就 不敢在家里跑 然后就一直相安无事 一直到疫情的时候 我才知道说 哦原来我们是很吵 是他们一直在忍受 他们人真的很好 那后来怎么办 因为小孩就没办法控制 很难控制吧 后来我后来就神经质啊 因为我其实有点怕打扰到人 我觉得这样非常不好意思 所以呢 我就不准我儿子在家里跑 可是老实说 我觉得小孩子是很难控制的 我觉得真的是 小孩子是很难控制 有人说我孩子就不会跑 可是我觉得 那你孩子应该是真的就不爱跑 可是我觉得儿子 儿子很难 他们每天都在家里 病病病病 然后儿子还会刻意的跪在地上 这样子 哦 还有从沙发跳下来那种也有 对 他也常常会这样子 然后我只要听到家里有咚一声 我就赶快出去阻止他 所以邻居就会从天花板的 病病病病的声音 变成一个骂人的声音 不然怎么样 就是很吵 可是我觉得这种吵只要不要连续 通常如果你动一声 你没有接下来的 人家也不会为此而特别来 怎么样吧 对 所以通常他们只要动一声 我就整个神经紧张 我就紧绷起来 你知道我已经 因为我对被抗疫这件事情 非常放在心上 而且我后来看房子 也跟这个有很大关系 因为我觉得太吵了 他们是只要蹦一声 我就会神经紧绷 对 然后后来 我有一次更可怕的是 因为楼下其实是 我们家楼下 是一群年轻人 应该也不算很年轻 我在猜 就是一群可能 有点当住者 然后像工作室那样子 但是他们也有住在里面 因为他来抗疫以后 我就会 就会 每次看到他 我就会 真的是充满歉意 可是因为现在我们也 台北人也都没有爱跟邻居讲话 我也不会特别去跟他讲话 那你的歉意是怎么表达 我的歉意就表现在我的 内心 而且我是真的很认真的在 那个 就是 克制我儿子跑步 可是我觉得叫他们 叫小孩没有声音 是不太可能吧 对啊 除非把他们毒牙 对是真的 就是很难 然后他动就 罚他战火什么之类 可是我觉得你很难 叫小孩没有声音 对啊 而且其实我很谦卑 因为我们家非常的吵 所以我一直以来 我都很谦卑的在过火 我楼下的都会抽烟 他会站在阳台抽烟 前阳台后阳台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 楼下的人就是地理劣势 你可以用烟寻他 他在 我跟你讲 他在二楼抽烟 我家住三楼 会 那个烟味是浓到 让我觉得有人在我家阳台抽烟 这么近 你知道楼下的烟会飘到楼上 后来我朋友有说是的 因为他也是在阳台抽烟 然后被楼上邻居说 你不要再抽 你一抽烟 我们家就像 我们家有人在抽烟一样 那个烟味是真的很奇怪 他真的会真的跑 为什么听这个表情这么难过 他是真的往楼上 就这样飘进我家 可是我都不敢去说什么 而且我本来以为是楼下 后来我一次伸长脖子 我还发现就是他们在抽烟 他们有时候在后阳台 边晒衣服边抽烟 然后有时候在前阳台 边种花边抽烟 可是因为我就是很谦卑 因为我家这么吵 我觉得整栋楼 就是我家最吵 因为只有我家有小孩 所以呢 我就赶快把所有的窗 门窗都紧闭 就是不要让因为 就躲过这一阵 对 可是我也不会去跟他讲说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抽烟 可是因为我有一次在下面 我们也在没有吵的状况下 楼下邻居的其中一人 看到我 然后突然说 你们家可不可以安静一点 这样 那你有立刻回击他吗 我没有 我当下没有 可是我真的是 那个时候开始看房子 天哪 这个我听了血压 会 我会觉得说 我也忍让你抽烟 可是我当下 没有特别想到抽烟的事情 因为小孩子还是比较吵啊 我觉得啦 而且我会觉得你会对 其实邻居会不太好意思 对没错 我都觉得我对他超不好意思的 然后包括我楼上也很吵 因为我楼上 其实是用住行器的老人 会卡卡卡卡 我会很明显的知道 他现在从哪一个方位 走到哪一个方位 天哪 可是他近年来可能身体健康比较不好 他也没怎么在住行 可是他以前是会卡卡卡卡 然后我是完全知道 他从哪里走到哪里的 可是因为我家很吵 所以我总是很谦卑 一直 对 因为我们家太吵了 我觉得有小孩的人家 一定多少有点不好意思 我刚才有小孩的人就天神吃亏 我们到外面吃饭也是被人家讨厌 可是因为我很讨厌那些小孩子 所以我就算了 抱持着谦卑的态度 不过你后来之后要搬到那个新家 你有特别做 有我有特别打听 我那个时候想要做隔音店 后来呢 我还发现现在的那种 什么卡扣地板下面会有一层 然后我也问过设计师 设计师说我们家那是老房子 他说可是以老房子来说 我们家算地板厚的 可是也还好 我后来问看到是15 好像是15 15算厚 真的 他说以老房子来说 其实算厚的 没错 然后我还有问屋主说 楼下住着谁 他说 我说我们家很吵 我们家有小孩 我们那栋是更安静的大楼 我新买的房子是都是老人这样 然后他说 你放心 他重听 你跟他讲话他都听不见 然后我才安心一点 听起来也是好邻居 我不知道 可是谁知道 因为你知道 以前我有一个朋友 也是遇到邻居投诉 他是租房子 而且他在 他租在很棒的地点 然后很便宜的房租 是完全如果任何人听到 都不想搬走的 他最后搬走了 因为他楼下的邻居 他们是那个什么 比如说是好像是幼稚园的校长 感觉好像很有爱心 可是我朋友也是有一个儿子 小小的 六岁四五岁的时候 他小孩子只要稍微小跑步 楼下就会抗议 可是呢 他抗议的方法 不是直接告诉我朋友 他是告诉房东 然后叫房东来跟他说 那我朋友就觉得这样 对我朋友就觉得 你就告诉我 我就马上安静就好 你要这样子转一手 然后还麻烦房东 而且不管多晚 他听到声音 他就马上告诉房东 你说是不是很可怕 幼稚园校长听到声音 不是应该要在楼下 应该习惯 大喊说最高品质 然后就会站好 说紧超超 还是他白天受够了 他不想回家还听到 他就觉得明明就是幼教的 怎么会对小孩的声音 一点都不能忍受 而且呢 有时候他的小孩 根本就没有在吵 然后那个校长 也是去投诉他 然后他就跟他讲说 我们小孩根本就已经睡着了 我们家没有人在走路 结果那个他就说 那个他老婆就说 哦那可能我头太痛 我吃了头痛药 所以我意志不清楚这样 你做事很可怕 也很怪 对啊 可是其实我最早最早 第一次被抗议 也是我们全家小孩都睡了 其实我家再怎么吵 八点半后都没有声音了 因为我们的小孩就睡了 可是那一次是我们家小孩都睡了 然后我跟我老公 完全都不会讲话 小孩睡了 我们一句话都不讲 然后也没有电视 我们就各坐在椅子上 各打着各的电脑 然后我们被按电铃说 叫我们安静一点 其实社区大楼 有时候会有那种 噪音错位的问题 就是因为他那个水泥结构 会互相传导声音 然后有时候其实发 你以为是那里发出声音 但是其实不是 因为我们社区最近也有一个 因为我是主委嘛 然后就有邻居投诉说 就是他们楼上的那个 因为他们家有一个出生的婴儿 然后他就说他楼上三不五十 就会在那边撞地板 就是会扣扣扣扣扣这样子 然后他就小婴儿好不容易哄睡 然后只要一控呢 他那个婴儿就会大哭 然后他们新手爸妈都简直快崩溃 然后他们就一直去投诉 就是他们就有先去找那个楼上的邻居沟通 那因为楼上邻居就是有 就是会跑的小孩 那一开始楼上邻居也是很不好意思 然后久了以后呢 就是楼上营居就开始不读不回 因为觉得就太烦了 那你主委你不是也觉得很烦吗 所以后来这件事情就 他就来找主委嘛 然后后来就是刚好前几天呢 就是有一个粉丝团 就是柚子医生的那个育儿诊疗师 他就有分享他自己的十几年前的亲身经历 说就是他有类似的问题 就最后发现了那个停车场 那个货源呢是停车场的排水勾盖 然后就是车子开过那个排水勾盖 不是有个洞洞的声音吗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声音 居然是传导到他天花板的那个墙壁 从水管里过去的吗 对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听起来就像在那里 但是他是用诊疗器去找到那个源头 然后后来就是我们社区那个住户呢 他发现他是一样的问题 所以他每次就是巅峰的时刻 可能就是晚上九点十点住户陆续回家 那时候他家会一直有咚咚咚咚的声音 然后我就通知那个建设公司的人 去换那个排水勾盖 就是把它粘好 就是不要有那个凹凸的那个起伏这样子 他主委好辛苦哦 还要负责这种事 对啊而且还没薪水呢 而且如果是我就会拿那个小孩的衣服 去行天工修金 因为我觉得晚上很容易醒来 其实有时候收金很有效 对啊不然呢 诶你主委好辛苦 不是有说这个叫什么水垂效应 什么之类的吗 哦水垂效应也是一个很烦 而且也很难处理 而且听说在水管里对不对 对而且因为主委要处理事情就很多 像我们最近社区也很多人在反映说 就是有人在群组就说 主委那个最近社区蚊子很多 哈 可是你什么事 但是我还是要去反映 我就跟建设公司说 诶有几户人家说 他们家那个蚊子很多这样 然后建设公司就回我说 那他们卫生要改善 可是蚊子不是爱脏乱啊 又不是果蚊 我反对 就是蚊子跟果蚊都有人讲 然后建设公司就在赖里回我说 那他们卫生习惯要改善 我想说这我怎么回注 对那你有总告诉他说你卫生习惯要改善吗 我就我不改 我不改 我Q我就想说算了 对因为我们社区阵风那个公社要点招的这种关键时刻 不要轻易点燃 可是我上次去你家你家真的有果蚊 哈哈哈哈 那是不是你卫生习惯不好 哈哈哈哈 但是我家其实已经算是还好 然后他们说他们就是很夸张 因为我跟他住户就是拍一个照片 就是有十只死掉的蚊子在桌子上 然后哇这些蚊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而且为什么死在那里 就是他不知道怎么不是收集 他就抓到然后就收集 没有他用电文拍啪啪啪啪啪 他就是要显示他们家蚊子真的很多 真的要用心的收集 里面还有断枝 蚊子的乱葬刚 是什么意思 可能就希望我传给建设公司我不知道 反正对啦 可是蚊子多跟建设公司无关吧 他们就觉得可能是管道有问题啊 之类的 可能管道有哪里没有做好之类的 这么说我姐他也遇过说 他们在装潢 然后家里根本就没有人 然后也没有人进去装潢 就是一个空屋 然后楼下邻居就一直说吵 对啊这个应该就是类似那种问题 他说有时候是楼下吵的 会不知道因为什么震荡的关系 会让你觉得楼上在吵 对因为我最近也有找到一个案例 他是四楼说五楼很吵 然后总干事去寻了以后发现 发出噪音的是三楼 但是传导上去之后 他就会觉得好像是五楼的声音 所以大家还是要先找出那个源头 所以你会在门口一直听 到底是谁在吵吗 就是要去实地勘察 因为有时候你知道 有些人可能是他本身 神经比较敏感 对没错 而且你要举证的时候通常声音又没了 因为大家不会一直在那里跑啊 知道他总是会累 像我过年的时候 应该过年我记得 那时候已经四点 凌晨四点 天哪 天哪 然后楼上还在那边打牌 那怎么办你会报警吗 我不会 因为我觉得过年就算了 可以忍一下 但是因为我们楼上九楼是租客 然后他上一个租客是一对夫妻带一个小孩 然后他有一次半夜大概十二点吧 应该是玩那个switch还是什么的 然后就那边那个just dance你知道 就是还在那边蹦蹦蹦蹦蹦 然后真的那时候我们的处理方式就是打那样给管理员 然后请管理员来沟通 因为如果你不想要直接去面对你的邻居的话 可是他一定知道是你啊 他一定知道 然后后来就是管理员 因为我们都有大家各自的line嘛 管理员就line给他说 不好意思那个请你们再小声一点 因为现在那个已经半夜了 就是脚步要稍微注意一下这样 然后当然邻居人也很好啦 他就说不好意思 打扰到其他邻居 那帮我们跟他说不好意思 那真的那个声音就没了 就是这样和平落幕 我觉得就ok 我觉得台湾人普遍都是偏温和善良吧 见面三分情 对啊 就是还是都会互相尊重 是 我之前疫情的期间 如果要在家里上体育课 我也是会铺上很厚的地点 然后他只要离开地点 发出蹦的一声 又会变成骂小孩的声音 不管怎样都是吵 而且我儿子也是会哭叫啊 小孩子我觉得 我不能说这样是对的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这个情况是很难克制的 对我觉得为人家长应该都可以体谅 对而且你如果叫他安静 他也不会安静 他根本就 而且他知道你怕他吵 你就会被抓住一个 对你就会被抓住 就是你的软肋 不然就是你要花一点预算就是去买透天啦 因为透天通常就不会有影响啦 你说像周杰伦说不会吵到人 因为我没有邻居 他好霸气的回答 但是大家会说 女艺人他不是住在豪宅吗 为什么隔音会那么差 是因为他屋领已经好几十年了 过去其实 就是在隔音法规也没有像现在这么严格 像我最近去一个豪宅案喔 然后他就说他们的豪宅就是标榜 他们是一个很安静的社区 然后我就问了大概有哪一些规划 我不讲案名啦 就是包括他们的地板 楼地板他们有一个专利的工法是28公分 28是很厚的 我现在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啦 就是一般就是如果是旧公寓的话 或者是很旧的那种三四十年的大楼 那他的楼地板厚度大概是12公分 那如果是比较标准的新大楼的话呢 他的楼地板厚度大概就是15公分 那如果加上那个打底层 还有石英砖或者是大理石砖的话呢 厚度大概会在18到25公分 那如果有一些就是他有标榜 使用中空楼板的话呢 那他厚度可能会到22.5到30公分不等 那内政部其实有在2021年 有修正一个建筑技术规则 就是有规定新申请的建案啊 就是在隔音的效果上面都要符合规范 所以如果你是那种对声音比较敏感的人呢 在买房子的时候最好就是记得多确认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这一个社区他的楼地板厚度是几公分 那越厚的楼地板他就越能降低那个楼板之间的噪音 不过其实他是降低啦 你要百分之百的隔绝其实也是不太可能 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对声音非常非常敏感 那就只能去住独栋的别墅 就是透天也不行 因为透天连栋的话 你可能隔壁还是会有邻居 你说新店华城那吗 就对 大家就住在那 就是你只有单独一栋 然后旁边还有就是一个院子 把你这一栋包起来 就是你完全没有邻居那一种 你就不会被别人的噪音干扰到 那有小孩的人呢 因为我那时候听说淘宝有卖一种地点 隔音店很便宜 他就是铺在你的地板下面 我当初就是想要去买那个东西 铺在我的新家下面 他会在地板的底下 所以你也不会看到他 可是他就是一层隔音的东西 可是我在想那个脚感会不会软软 他应该是铺在 如果是隔音店的话 他应该是施工的时候就要把它放进去 施工前 对对对 就是在地板的里面 你是完全看不到他的 然后你在上面再铺上你想要的东西 我那时候其实有动念要买那个东西 其实现在新建案 大概这个都已经变成是标配 对我有听说新建案有规定 一定要 但我只是想跟我现在邻居说 我遭到报应了 因为我的新家是 我楼上住三岁和五岁的男孩 风水能流转 对以后一定是我被炒 而且我也没有把抽烟寻上去 因为我本身没有抽烟的习惯 我到报应了 点文箱 不过我觉得你个性应该是会忍 我觉得大家都有小孩 只要你不要十一二点再吵 其实十一二点我也会忍得住 因为我知道小孩子就是这样 我只能说就是你的个性跟你的外形 他们搭不下来 你凌弱分离你怎么回事 对没有没有大家都一直看很凶 其实我非常软弱 好我们最后再提供一个知识点就是如果你的邻居真的是无法沟通的话呢就是真的迫不得已要走上法院的话要怎么办呢就是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收证啦因为刚刚小龙又说其实这个很难告嘛那其实要做的可以提供的证据就是有包含就是第一个就是噪音的测量报告那也可以透过这个专业的噪音测量仪器呢去测量这个噪音到底是什么呢 是分贝是多大然后可以确定它的强度和频率那再来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记录下来那这个有一个小重点就是这个噪音发生的时间很重要是白天或是深夜就是最好你录因为如果你用手机录影的话下面一定会有时间就是这个时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判断依据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目击证人的证言就是如果在场有其他人有看到或是有听到这些噪音事件可以请他们提供就是 就是他们的证言这样子这也可以就是证明这个噪音的存在还有影响的程度那其他还有一些可以相关的提供证据是比如说医疗证明啊就是这个已经造成你必须去看身心科了可是有可能是你自己精神厚弱啊反正如果你真的要走法院的话你就是把这些证据都提供上去代表说他真的严重影响到你的身心状况那另外也可以提供就是你可能为了改善这个状况你自己家里有去 增加一些隔音的设备那代表说这件事情是确实发生然后你还有自己想办法去改善这些其实都可以作为相关的证明 那我虽然我觉得你我感觉你要收尾了但我想插播一句话大家知道我你们知道我家在那个学校旁边然后我们去看房子的时候都没有任何学生而且不是寒暑假但是从来没有人然后我就想说很安静嘛结果我我去看了三次都没有学生结果我之后去我买了以后每一次每日每夜的在运球 是篮球队吗然后他一在运球就算了我有一天还遇到月仪 他们吹着大喇叭在绕抽场 我心里想说你算高楼层耶 超清楚我买了以后我刚才运球就算了这还有月仪队我也月仪队所以我真的是发疯 还有钟声吧 我倒是没有听过钟声 我今天才跟朋友讨论说为什么他们都没有上下课中是我待的不够久吗 所以买面学校的房子也要注意哦 对而且去看的时候真的都没有我还以为说他们是大孩子他们不打球 错他们每一夜每夜的打球 屁死我了 这可以跟学校反应吧就是他篮球场应该会有个关闭时间他也不能凌晨一点让他在那边打吧 算是操场吧 对 那也没有办法 可是我也没有凌晨一点待在那过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体力好到打到一点 而且因为篮球他拍地会有个懂的那个重低音其实是很很清楚的 对我还没有住进去我只是常在那边想说他们为什么每一日每一夜打球呢 然后我就跟那个设计师跟装潢的那个人说他们为什么一直在打球 然后那个还跟我点头说对他们为什么一直在打球 不累吗 施工和工人也快疯了 你气密窗有没有换啊 我们因为我阳台有个超大的 我阳台有个超大的窗户啊 我就喜欢那边窗户所以我根本不会把这个关注啊 我房间有换我面内面的有换一个气密窗这样 可是我不是整个为了省钱我是架在外面 所以可能没有办法达到很气密的效果 然后我又告诉自己说打球是一个很快乐又健康的声音 可是月仪对我实在是说不了 吹的不好是 如果吹的很好你就把它当成在国家歌剧院第一排 他们就在练习啊 然后绕操场不停的吹 可能是没有遇到 可是我不知道 所以我只想告诉我现在的邻居 我只要报应了 希望你们开心 包容我这几年来 我孩子这么吵 不要这样啦 你就把客厅那个换成大面的那种气密窗啊 就是可以隔绝的声音 然后你的中逢预算就会超越我了 yes 是就终于有一天受不了我就会换了 就看我可以忍多久了 对对 好那我们这一集就莫名的结尾了 好希望大家都可以到 里面还是有一些知识点啊 有啦 对啦希望大家都可以遇到好邻居 对啦 住籍和住宅还是需要互相尊重 毕竟大家生活作息不一样 有时候如果楼上是那种夜班的医护人员 他们也很辛苦啊 对不对 嗯 好啦那这一集也非常谢谢小红 谢谢 好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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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